好 各位觀眾 其實目前所在位置就在台北市行大 那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周杰倫的演唱會 真的是非常的熱門 而且粉絲搶票真的是搶翻天 因此就有不肖人士是來透過這個黃牛票 來烘台這個價格並且來進行販售 那北市行大昨天就抓到了一名這個抽信嫌犯 他就是專門在做這個黃牛的東西 並且他是開設了一個平台來進行販賣 那其實本業是這個工程師 不過他在兩年前發現這個黃牛票真的非常好賣 因此他開始轉為黃牛 那他的年薪其實就破百萬 不過警方積極查戲在昨天就到他在戲職的這個家 把他給逮捕 我們現在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本局在這一次演唱會票券正式開賣之後 那就立即投入來做查器 那統計到今天中午12點為止 那總共查器到60件 62人 那相關的這個取票序號 應該有達到371組 那警方總共是查扣了57張票券 其中有36張就是這次周杰倫演唱會的門票 那其實警方也查獲他的手法 他就是會先跟這個民眾講好說 我可以幫你搶票 不過你要先給我1萬塊的訂金 那搶到票之後他再跟他收取全部的金額 再來把這個票券的序號提供給這個買家 接著呢買家再去這些iPhone啊 還有輸入這些票券的序號就可以拿到10起的票券 那其實我們也掌握到說 其實這個嫌犯他一開始都會搶大量的票券 那他也不只是有這個周杰倫 還有其他這些文化局合作的表演票券 他也都會搶 那搶剩下沒有人買的票呢 他其實就會自己留著 並且自己拿去看 那以上是現場的最新 我們先將鏡頭轉個房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